你知道五魂殿哪几个封号斗罗死得憋屈吗? 封号斗罗作为斗罗大陆最顶尖的战略 自然享受着全大陆最高的待遇 即便如此 最后的大决战 封号斗罗也不得不冲在一线 甚至死在战场上 这其中五魂殿的封号斗罗几乎死伤殆尽 但是这其中有五名封号斗罗死的尤为憋屈 他们都是谁呢? 首先是鬼斗罗 作为长老殿最红的两位长老之一 鬼斗罗跟着比比东坏视作镜 几乎每一次猎杀都有他的身影 最终鬼斗罗也遭到了报应 恐有95级巅峰斗罗的实力 还没来得及还手就被对手秒杀了 对方还是个魂斗罗 不可谓不憋屈 其次就是菊斗罗 同样作为长老殿的红人 菊斗罗一样有着95级巅峰斗罗的实力 只不过随着鬼斗罗的去世 菊斗罗在五魂殿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甚至被派去烧粮草 更无奈地试入了唐三部下的天罗帝王 面对杀凶仇人 菊斗罗毫无还手之力 可怜的菊斗罗最终只能含冤离场 其实个人觉得 死得最憋屈的非菊斗罗莫属了 还没从悲痛中缓过来 就一直遭受五魂殿的排挤 最终闹得个凄惨下场 动漫中 唐三给了菊斗罗足够的尊重 堂堂正正与之一战 菊斗罗输得心服口服 另外就是凌冤斗罗 作为稀有的美女封号斗罗 竟然为了抢攻 被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给击杀了 原本两头神兽已经在冰死的边缘 也不知道这凌冤斗罗是不是求死 一心只为抢投攻 却忘了两大神兽的实力远非自己能 最后 甚至被天青牛蟒 垫了个灰飞烟灭 原本完全可以避免一死 却无意间做了炮灰 不可谓不憋屈 另外最有实力与菊斗罗 竞争最憋屈封号斗罗称号的 就只有刺屯斗罗了 作为最强的用毒高手之一 他居然毒发身亡 何其可笑 不仅如此 刺屯斗罗还是死在毒斗罗之手 要知道 刺屯斗罗几次与毒斗罗交手 都稳稳占据着上风 甚至还能克制毒斗罗的毒 但是最终刺屯斗罗 居然被毒斗罗给毒死了 最后就是蛇毛斗罗 蛇毛斗罗的战斗 可以说每一场都超然 打得不亦乐乎 但是蛇毛斗罗的对手 可是82级的魂斗罗 杨无敌 比起蛇毛足足低了十几 可惜还是被杨无敌重创 最终不至身亡 好了以上便是五魂殿 死得最为憋屈的五大封号斗罗 最后请教一下各位领导 你认为哪个封号 斗罗死得最憋屈呢